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下列各項實驗操作哪些是錯的 我們看甲這個選項 他說天瓶蹭盤擦拭乾淨後 才可將藥品直接置於其上 這個不對啦 你這個藥品不能直接放在上面 要用一個那個什麼紙 反正的話 就是要用一片那個紙 我們那個吃藥不是都有一個藥包嗎 藥包都是外面都用紙包的 就那種紙 那種紙的話 把藥品放在上面去蹭 蹭完以後的話 再把它拿出來的話 倒入你要做實驗的那個氣泥上面 所以不能直接放到那個什麼咧 放到那個什麼咧 放到那個什麼咧 那個什麼咧 那個蹭盤上 藥品不能直接放到蹭盤上 一定要有什麼咧 要有那個 用紙隔開 用紙隔開 所以這不對啊 這個不曉得是什麼紙 反正就是說 你要吃藥的時候不是有藥包嗎 那藥包外面包的那個紙就是 我們看咧 宜選項 宜選項的話 宜選項的話 它是說 稀釋濃瘤酸時 應以水緩緩緩 鹽玻璃棒流入濃瘤酸 這錯啦 你那個水喔 流到濃瘤酸裡面 這個濃瘤酸會漸出來 我會發生危險 不是的 要什麼咧 要把瘤酸慢慢流入清水裡面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慢慢稀釋 所以宜選項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咧 宜選項 宜選項它是說 酒精燈使用完後 因立即 以嘴吹洗回 不對啦 用那個咧 燈罩把它蓋洗 不能用嘴吹 因為你用嘴吹的話 那個酒精可能會被你吹出來 一吹出來的話 酒精呢 連火的話呢 一吹出來的話 那可能火就跑出來了 就飄出來了 如果咧 如果你把酒精也一起吹出來的話 那個火就飄出來了 所以這不對啦 再來我們看看 丁前下 一邊任氣體氣味時 應以手揮動少許氣體的嗅之 這個對啦 這個對 所以這題 大家應該要選多少呢 應該要選加一跟丙 加一丙的話是錯的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西 加一丙 加一丙 應該選加一丙 那有可能會問說那個丁 丁的話 就是說 那個什麼呢 那個 要憑那個氣體的話 萬一有毒怎麼辦 那個濃度會比較低 反正你就 緩緩 緩緩 把它稍微 稍微剝一下 稍微聞一下 萬一它有毒的話 那個什麼呢 那個也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因為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 你有預防嗎 但是你說呢 你說那個藥品 拿來的話 拿來場的話 行不行 因為 藥品拿來場的話 因為那個什麼呢 那個是固體的 那個量會比較大 那個量比較大 量比較大 量比較大的話 你可能吃下去 可能就重 你就死掉了 這個氣體的話 量會比較小 因為我們曉得說 那個 藥品分子 藥品分子的話 你在氣體狀態的話 它那個什麼呢 它的密度會比較小 這單位體積裡面的那個 分子數會比較少 但是你如果 把那個固體的拿來場的話 它單位體積裡面的那個 藥品的那個分子量 分子的數量 分子的數量比較多 那濃度比較濃 濃度比較濃的話 那可能會有危險 你用舌頭長 可能會有危險 你用的 如果它是氣體的話 你稍微聞一下 稍微碰一下 那比較不會有危險 就是這樣區分 不然你可能會問說 你藥品不能長 那為什麼可以聞 因為這量比較少 這量比較大 因為它是固體 固體的話 那個 那個單位體積裡面的那個 就是那個分子的數量會比較多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要選C C的話就是 加以秉視錯人 加以秉視錯人 好 謝謝 謝謝 by bwd6